弟子过去无知 不知恕生过时 造极大罪 曾在谋道场中一时称心喜 当众奴骂出家人 弟子生怕因此堕地狱 不能往生西方 弟子现在天天忏悔 请问将来是否能生净土 将来能不能生净土 看你的忏悔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你忏悔的功德 忏悔最重要的意义 是后不再造 那才叫真忏悔 忏悔之后 过几天日到的时候又发脾气了 一点又没有 后不再造 不但不能说出家人的过 一切众生的过都不要说 你说他干什么 说他 在一般讲 决定是给人家进运筹 什么人说你说他得过的时候 他欢喜 接受 他来感谢你 他能够改过自信 我没有看到一个 你说他得过的时候 他总是在生气 总是在想报复 这个麻烦就大了 何必跟人接运筹 他的故事与我不想干 他犯了过 我说他的过 我也犯了过 我为什么跟他一起犯过呢 他往地狱里面跑 我还跟着一起去 这不是个大傻瓜吗 这不是聪明人啊 聪明人 尤其是学道的人 谭经上说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经世间过啊 为什么不经 您里面没有过 您就见不到世界 你里面有反导习气 你才会见到人家过 所以见到别人过时 是自己最大的过时 这个道理啊 要懂啊 第二 请问呢 设身过时 是否属于无逆手 这个身要看是什么身 如果是你的老师 那就是无敌手 他不是我的老师 那只有手握没有无力 这个要知道 如果他不是我的老师 但是他在佛教里面是大的 确确实实 他对这个 大众的修学 有帮助的 这个就不能说了 为什么呢 你要是批评他 说他 那么有一些人 听他之后退了心 这个账 他三人都成不了 这个就是断众生的毁命 断众生毁命的罪业 比杀害众生还要重 你杀他无所谓 他过一段时期 他又投胎又来了 但是佛法可不容易遇到 所以断人发生毁命 这个罪过比断生命的罪过 要重很多很多 这个不能不知道 谢谢大家